香港被偷袭后,美国太平洋舰队瘫痪 舰队萨应金梅尔被降为少将 尼米兹上将接任舰队萨应 开始的主要任务是打捞修理舰支 东太平洋的治海、治空拳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 在海军的协同作战下 日本陆军按部旧班点展开MEHGCR作战计划 日军打着解放军的旗号 仅用了几个月就把东起索罗门群岛 吸到缅甸的英美和殖民地全数收入囊中 日本在占领区大力扶持傀儡政府 以协助其统治管理 二战结束后,这些傀儡政府纷纷宣布夺利 形成了今天东南亚国家的格局 1942年3月,尼米兹升任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为了实行罗斯福总统轰炸日本本土提振士气的指示 采纳了陆军轰炸机队,从航母起飞 轰炸日本后降落中国的多雷特穿梭轰炸计划 4月18日,多雷特中校率16架B-25 成功轰炸了东京、横滨、明古屋、大阪和神户 当飞到中国时已是晚上,因没有联系到地面指引 多雷特只能命令气机跳伞 除8人被日军封了外,其他人都辗转回到了美国 尽管多雷特轰炸仅造成200多人伤亡和有限的破坏 但却让日本军方感到压力山大 为了扩大战略安全范围,日军企图战了营 澳大利亚和中途岛 1942年5月初,日军进攻摩尔兹比港 交战双方的航母战斗群在珊瑚海上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以飞机为主角的海战 结果,每二航母一沉一伤 日三航母一轻型沉,二重型伤 基本上挡了个平手 1942年5月中旬 美军破译日军密码电文 日军下一个目标是AF 情报官罗切福特推断AF代表中途岛 为了验证他的推断 尼米兹同意他让中途岛用明码发出诱饵电报 中途岛的淡水蒸馏机故障 两天后,日军果然上钩 电文中出现AF地区缺乏淡水 证实了罗切福特的猜想 美军获悉日军的计划后 尼米兹一面秘密加强中途岛的反登陆防御 一面将仅有的三个航母战斗群 全部埋伏在中途岛东北方 待日舰载机攻击岛上目标后 对日航母发动侧翼突袭 另外派出19艘潜艇,分三队驻战 6月3日,预计中的日军没有出现 美军侦察机在岛西700样位处 发现日舰队 经于破获的日军作战计划核对 该军为日军的登岛攻略部队 尼米兹让航母按兵不动 命令导机长城轰炸机出击 攻击仅击中一条补给舰 伤亡日军20余人 由于物资补给问题 三本五十六命令作战计划顺延一天 尽管登岛部队被攻击 表明作战计划已暴露 三本仍然自信地坚持按原计划执行 6月4日晨 南云中一的第一航空舰队进入攻击阵地 扇形出发的侦察机没有发现美舰队 南云令四艘航母上的一半战机 出动攻击岛上目标 一半挂上鱼雷 准备随时出动攻击可能出现的美军航母 这一次命运之身没有青睐狂妄的日军 前往美国航母埋伏方向的日军侦察机 发生故障 提前折返 美军的侦察机先敌发现了日军航母编队 岛上所有飞机得以在日机到达前全部升空 美军航母编队接到报告 战机也相继起飞 七十零五分 日军第一攻击波 领队游泳战士要求发动第二次攻击 因此时还没有发现美军航母的报告 南云下列将鱼雷改换炸弹 准备发动第二波攻击 此时中途岛的陆基轰炸机飞临上空 一场混战未对日舰造成严重伤害 大多被日军击落 七十二十八分 南云收到后派出的侦察机回报 发现美舰队 南云令其探明详情再报 同时向令 再卸下炸弹换鱼雷 准备攻击航母 美军的陆基航空兵还在一波波的发动攻击 致使日航母采取机动规避航行 无法起降飞机 返航的游泳机队无法降落 索性参与空战 虽然收到侦察机回报 确定发现美军航母 可是南云分身乏术 直到八十三十分 美军的攻击才告一段落 也才有机会 回收游泳的机队 八十五十五分 日军侦察机报告 十架鱼雷机正向舰队飞去 九十十八分 加克号和赤城号准备就绪 苍龙飞龙还没有回收完战机 美军大黄蜂号的十五架鱼雷机开始攻击 被日军护航机全部紧了 虽然未能击中日舰 但持终了日舰的作业 这一波刚晚 美军企业号的十四架鱼雷机又到了 这回九架被紧了 还是没有伤到日航母 十十零六分 约克城号的十二架鱼雷机 和十七架俯冲轰炸机 在六架战斗机的掩护下 展开协同攻击 十十二十分 企业号的三十三架俯冲轰炸机 参加战斗 十十二十二分 加和号中弹起火爆炸 二十四分 苍龙号连中三弹爆炸起火 四十五分 相领旗舰 十十二十五分 南云旗舰赤城号被炸弹击中 舵机胜利大火蔓延 十十五十分 日军飞龙号战机升空 一小时后 开始攻击正在回收飞机的约克城号 三弹命中 令其丧失动力 大火冲天 下午一十五十五分 游泳战士 率第二波日军攻击 鱼雷击中左弦 使其入水倾斜 下午四十四十五分 企业号的机队围攻飞龙 命中四弹 美军于傍晚 回收完飞机后 向东北撤退 与日军团离 此战使日本失去海空优势 为了掩盖败继 昭和天皇指示 统筹新闻审查 宣称大获全胜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